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你看过很惊悚的画面吗 还是你了解过地球上到底哪个地方 会让你觉得不寒而栗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让你瞠目结合的 可能无法想象的 隐藏人类毁灭的恐怖的地狱 地球最恐怖的场域在这里 我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整个地球的表面上 我们有光合作用 有地水火风 在我们的风水学里面 第一个阳光空气水都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因素 还有所有动植物它必须要有的这些元素 都在这个地球上面 不管是从天空以及地表面上的海洋里面的 都是能够让所有的动植物人类 适合生存的绝佳环境 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世界在急剧的改变当中 哪里是隐藏人类毁灭恐怖的地狱呢 好 那这个场域到底在哪里呢 先帮我按赞分享 好 南极为亚特兰提示说 有一种疯狂的说法认为呢 亚特兰地是可能实际上呢 位于南极大陆上 在土耳其亚历山大图书馆呢 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珍藏着一张绘制于14世纪古代世界地图 这是这一张地图 看到了没有 这是一张古代的地图 好 这张地图清楚地汇出旧世界的大陆 就是在亚特兰提示之前的大陆 亚特兰提示大家知道吗 沉没在海底 亚特兰提示 好 海洋的全貌 地图上包括海洋的全貌 地图上的南极洲和现在的南极洲有所不同 但后来经过呢 摇杆卫星拍摄发现呢 冰城下的南极洲和这张古老的地图 惊人的一致 所以呢现在的科学家们呢 都不断的在用推陈出新的一个方式呢 来探索着这古老的地图 到底是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你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或者你看过什么样的古籍的书 你知道了解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探勘学家 甚至你是一个地质学家 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 好 南极经常呢 古文明环境相当恶劣的南极呢 可说是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不过一组来自呢 欧美的探险团队呢 声称在南极洲发现至少三座古金字塔 形成冰封大地吐起三角锥的景象 看到没有 金字塔非常高哦 它不是一点点而已哦 那他们在南极内陆约十英里的地方 发现两座金字塔 第三座金字塔则非常接近海岸线 碍于环境恶劣呢 他们无法确定呢 这些金字塔究竟是人造 或是天然形成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整个的金字塔的模型呢 是应该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有多少金字塔 多到 有些时候让你觉得非常惊悚 有些是天然形成的 有些是人造的 就像埃及的金字塔 它就是人造 你没有办法想象嘛 六千多年前 埃及是超过六千年的古老文化 全球有三大古老文化 第一个就是埃及 印度以及中国 好 这三大古老文化 既然呢 可以呢 让人类造出这样子 几千年遥遥不坠的金字塔 你可想象吗 难道他们是外星人吗 我们现在的建筑工坊 都好像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那接下来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南极经常古文名亚特兰提斯 来看到这个南极 来我们来继续看 南极的幽浮 有诸多的说法都指向南极是外星文明 藏匿于地球最好的地方 而人们呢 因为科技原因难以观测 甚至现在都无法证明对错 因此呢 让真相成名 甚至呢 传出过去二战时德国城派出探险队至南极寻觅 不知是寻找未知宝物还是外星文明的科技 看到了没有 而无论呢 消息真假 南极若真有外星文明存在过 对人类将是一大冲击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优负 现在美国科学家 德国科学家 以及呢 俄罗斯的科学家 很多的科学家都已经证实确定有优负的存在 确定 而且外星人的存在 你觉得这是真的是确定的事情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人类到底跟这些外星人又是什么样 以前 几十亿万年前 几亿万年前 几万年前又是怎么样的相处方式呢 我们继续看 南极的U服呢 知名的U服猎人呢 沃林在个人的YouTube频道发布这张是于2009年11月6日的南极空拍影像 南极的空拍影像 他用空拍的方式 他推测呢 这艘绿色U服可能事故坠毁在 这绿色的U服 坠毁在冰层上并撞出新型的大洞 但也有网友指出 U服可能只是单纯的自然现象 表示不论大海湖湖都曾出现过相同水域 水色却不同的自然现象 那网友的论战 我们也可以做参考 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 不过他用空拍的 看到U服的一个 坠毁的 因为事故坠毁 在冰层上 撞出一个新型的大洞 但真正的 原因为何 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好 如果您有一些探索 想了解 这个方面 你们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看看到底 这些东西 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南极中 好 那我们来看 南极U服线中常觅外星人吗 南极的神秘巨动呢 这个特别的巨动 在同一个地方已经出现过两次 这是一个很大的巨动 一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 科学家首次在1970年 发现了这个威德尔冰尖湖呢 但这个湖突然消失了 其后几十年没有再现哦 一直到2016年的8月 这个冰尖湖再重新出现 它居然会消失 一个湖泊怎么可能就忽然间消失了呢 那发生了什么样的地貌的变化啊 但是很奇怪哦 2016年它重现江湖 重现出现了 美国太空总署呢 NASA呢 卫星又拍到这个洞 面积比首次出现的是小了一点 约为8万平方公里这个洞 很大哦 非常大 但是比之前呢 还小了8万平方公里 他说约为8万平方公里 比首次发现的时候小很多 好 那这是美国他们拍到的 南极神秘的剧动消失后再现 好 这个呢 唱歌的冰架 有没有听过唱歌的冰架 南极的冰架会唱歌 我是第一次听到 来 科学家发现呢 世界上最大的冰面呢 正在发出一串几乎连续的音调 当风吹过雪球呢 使得表面开始震动 并发出一种只有敏感的机器 才能够检测的地震音 科学家们呢 在罗斯冰架上的冰层表面 安装了34个探测器 用来监测冰架的变化 这些探测器一直以来 稳定的吸收了冰面的雪 因为风吹过而震动 发出的声音 就像地震 地震 呼 呼 吐吐吐吐吐 有没有 我们在地震的时候 会发生那种 那种声响 那这个呢 就是呢 可能呢 它地底下呢 它的冰在融化 所以有震动的声响 会唱歌的冰架 这没办法想象 好 我觉得呢 这也符合科学原理 南极巨大冰架正在唱歌 不断的在崩塌 它不断的在崩塌 你知道吗 如果一个世界气候呢 正常的话 南极的冰是不能融化这么快的 一旦融化太快的时候呢 海平面一旦上升两公尺以后 你知道两公尺有多高吗 超过一个人的高度 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很多低洼地区的 这些房子 还有呢 土地都会被淹没 台湾可能西半部 啊 寒吉变上 变木瓜 对 本来是寒吉嘛 西半部就会不见了 小便在笑 南极真菌 好 在南极洲呢 不太可能找到会分裂 木材的维生物 因为呢 冰冷的南极 大陆没有树木 也缺乏一般分解过程 所需的温暖潮湿环境 但20世纪初呢 的二蓝探险家 夏克顿 及其他探险家 在南极用于建筑结构的木材上 发现了几种真菌 这个真菌呢 科学家在实验室培养这几种真菌呢 发现这些不寻常的生物 能制造一些前所未见的化学物质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这些化学物质 跟医学的应用潜力 如果真菌真的出现 现在海平面上 海洋上面 越来越多不同的细菌出现 那这些真菌如果真的 侵害到人类的话 人类恐怕要去半毁灭状态 因为呢 第一个呢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它带来的是一个很精悚 会像吸血鬼一样的 不断的侵蚀人类的身体 那如果这些真菌呢 没有解药的话 到时候 人类到底会怎么生活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南极真菌开创未来 好 继续下来的话呢 就是南极会是热带雨林 城市热带雨林 你相信城市热带雨林吗 你有办法想象吗 因为呢 海洋老师 对这个地理环境 天空的东西 物种 还有呢 我这样一路从小学到现在 我就一路就喜欢这些东西 而且我不断的在研究 我觉得呢 像这些东西呢 其实呢 跟我们的命理的关系 是很强烈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的九大行星的变化 以及气候的变化 以及潮水的变化 都会使人类呢 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跟你的命运 其实有相当关联的 好 那最新研究显示呢 南极曾经有过一块雨林 在大约九千万年前 还处在白俄纪中期的时呢 南极陆地呢 曾经有过森林 据研究人员探勘呢 在南极槟城下 发现了保存相当好的花粉 诶 有花粉呢 袍子甚至呢 植物根系 还有植物的根系哦 牧种类高达六十五种 那可见南极曾经是绿洲 对吧 一定有森林 也发现了首立开发植物 存在的证据 还会开花的植物啊 就是这样子热带雨林吧 不应该不一定是热带雨林 是寒带雨林吧 因为南极会一直有冰啊 那是不是寒带雨林 那很特殊耶 这从来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吧 好 我们今天好好来跟大家研究一下 虽然此前呢 就有种猜测 但这可能是最直接的证据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是最直接的证据了 好 南极城市一片热带雨林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南极的冰雨 南极冰雨 血红蛋白的缺失 不是一种有用的适应行为 而是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不幸结果 此外呢 冰雨还发展出了专门的心血管系统来补偿血红蛋白的缺乏 最大限度的向其组织呢 输送氧气 所以冰雨它自己变种 它自己修复 多厉害的鱼啊 好 所有这些适应是 金苍鱼能够最大的限度的供应氧气 并在没有血红蛋白的情况下 可以继续生存 在冰川里面能够生存的冰雨 这不太容易啊 他们会自己自我修复 然后自我创造出它 能够适应那样的环境 所以呢 如果鱼都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人类难道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所以你不要说 我好累啊 我好辛苦 我告诉你 哪一个物种不累啊 哪一个人类不累啊 都很累的 当总统不累嘛 也累啊 对不对 八九十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 还在为国事操劳的一大堆啊 对不对 然后他为了声望 名誉 地位 而不辞辛劳 那百姓呢 为了 小老百姓为了生活 然后呢 为了三餐 不断的奔劳 好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辛苦的一面 南极的冰雨呢 冰雨是生活在南极的鱼类之一 共有十六种 都属于南极鱼雅木 在南极鱼科的极白种红色血液的物种中 只有冰雨缺乏血红蛋白 冰雨是唯一同时缺乏血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 它有脊椎哦 它有脊椎的 好 那我们继续看呢 净化缺陷基因突变 南极的冰雨 好 那血瀑布 看到了没有 这是南极耶 你以为是什么 屠杀吗 不是 南极的冰川 血瀑布 好 纽微邮报呢 报导1911年的科学家发现了血瀑布 并推论是受到藻类影响 水才会变成红色 2003年哦 科学家推翻藻类说法 他说不是 不是因为藻类 而延伸出的血瀑布 发现是含铁量丰富的盐水 所以呢 它是含铁量的盐水 而且非常高的铁量 才有办法变成血红色 阴氧化 所以呈现红色 科学家相信呢 血瀑布源头是500万年前的盐水浮 它代表它里面有很多的 很高浓度的盐分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血瀑布 如果你不了解它是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很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跟依依大家来讲解一下 让你了解 对 世界呢 的所有的事情呢 这些奇观 你有不同的想法 好 游入冰山上的流血伤口 血瀑布 看到了没有 好像从这边切开来 这边再流血一样 好 刚才我已经讲了一清二楚了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非常神奇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隐藏人类毁灭的恐怖呢 就是在南极 好 那南极曾经呢 有热带雨林 有这么好的一些植物 甚至会开花的植物 为什么它后来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后来都没有了以后呢 现在呢 还有真菌的出现 还有呢 血红的瀑布出现 那也代表这个地方曾经有过 可能人类的生活 好 那包括它的幽浮 它幽浮的出没的地方 都在这个地方 那到底呢 这世界 只有人类吗 我绝对不相信 应该还有其他的 跟人类一样的物种存在 想一看 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 而且让我们永远探索不完的 世界 希望大家好好许考一下 但是呢 我要警告大家的就是 大家还是要爱地球 冰山的融化 气候的变迁 已经成为人类的悲歌 人类蔑视的悲歌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感谢你们一下下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